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有没有空啊 我们一起去放松一下 可是要考试了 要不然等考试之后再说吧 考试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新开了一家酒吧 那要不就等考完试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去 考完试的事 考完试再说呗 先上碗吃吧 对 我今天听他们说新开了一家店 咱们去吃那家吧 他们说挺好吃的 今晚吗 那你们先帮我去试试 我晚上就先不去了 你要去干吗呀 我要给我一个亲戚送电子猫眼 哦 那好吧 那我现在先去了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路上小心啊 NPC反馈如果像现在这样子写 玩家每次撞到他的时候 都会产生很多判定掉用 这样的话那些低配型的手机根本运载不过来 会卡顿呢 我能用那个C语言行吗 别老用你那个C语言了 家吧天下第一好吗 没事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先散会吧 谢谢我妈 走吧 真的好难呀 吃完了不熟啊 吃完了不熟啊 你在哪儿 你先下去把他拦住 好的 小段 来一下 怎么了 江颖又在楼下闹呢 我先让保安把他拦住 应该没什么事 好 还不是 北北的 也不能随便接地点等下 我现在能不能够等一下 对不起 我说我要找方家许 他在这儿上班 我知道 我知道您的意思 女士 但是您现在 先不能进去 我现在好朋友 我帮您 现在我们上去通报一下 如果我们通报合格了 就说两句话 我不懂 您在这里等一下 平复一下情绪 我的同事已经去 等一下 不能进 女士 不能进去 我知道 我知道您的意思 我没求你 女士 您不能随便 您现在不能随便进去 我们现在的工作不能随便进去 请 家许哥 您不能随便进去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对 对不起 我手机没有电 我们都要让您重新 你到这儿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有跟你说了 我发信息了 没有看到吗 刚太忙了 没看见 没关系 送这边 你之后不要直接来公司 或者家里找我 来之前也先跟我说一声 行吗 你吃了吗 想把这个别人的 辫子猫眼 就那个女的不是老来骚扰你吗 你就把这个放在门上 它可以连手机 有智能监控 然后 还可以报警 就 能够用得上 没有别的事情 谢谢啊 你赶紧回去工作吧 我回去上课 你赶紧回去吧 你怎么想找到 自己的 你嘛 就是不是 你不说 你是不靠一个 我去哪里 你给你 我에게小知 我和你 你遇到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